栗子放进杀货碎食的锅子 再加白糖慢炒 碎食把热力平均分布 炒上45分钟慢慢熟透 糖炒栗子跟烤地瓜摊饭 遇上寒流生意特别好 吃番薯保暖 吃番薯身体健康的 你是不是喜欢点你动吃 是不是 还有会不会拿起手都觉得暖一点 除了放在手上感到温暖 在中医角度 栗子也有补肾 依脾胃降血压和抗氧化的功效 而地瓜则是补虚乏 依气粒健脾胃及长肾鹰 更有土人生的称号 又可以暖手又可以吃得 那边是冬点就明显的增长 四五成 每到秋冬香港街头随处可见 而且都同样是卖栗子地瓜 以及盐炊鸡蛋鸟蛋 是郁韩的民间美味 当然也要注意 栗子地瓜都属于高淀粉脂 多吃永逸烧化不良 香港人冬天还爱吃羊男堡 有长肾保养骨质 增强抵抗力及预寒的效用 跟台湾羊肉乳很香 但以羊男肉为主 蘸豆腐乳来吃 汤汁还可以煮蔬菜 几乎每家粤菜餐厅都卖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静华的报道